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信息技术的进步 这个微短剧呢 作为一种新的文艺业态 发展还是势头非常猛 在推动文艺创新 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 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 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面 我想它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的 而且是真是爆款叠出 伴随着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 它也很繁荣 我们也要看到 目前微短剧确实在内容 传播 以及它的取材角度等等 这个方面 存在着您刚才讲的一些问题 那我认为这些问题呢 它是发展中的一个短板 有的呢 我们甚至大家都叫它杂音 甚至叫它害群之马 我们坚决反对 必须治理 那也就是为了促进 微短剧健康有序发展 总局做过认真的 全面的研究 要完善规则 综合施策 这个方面呢 我们的出发点 主要还是以推动繁荣发展为主 放随养育 尤其是现在技术 和先进大家参与度这么高的情况下 那么还是要赢 还是要给大家更多的空间 我们要注重常态的监管 维护公平有序的健康生态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打通大屏和小屏 让优质的微短剧 大小屏同波成为常态 优优独播剧